好 那麼 對上一段視頻就講了 韓國和烏克蘭的革命 用暴力抗爭其中一個手段的前提 必須要軍方或者警方出現大規模的濫殺和屠殺 這些情況下你的民意才會有支持 那麼今集我想再講一個原理 就是為什麼在香港這個社會 或者是其他的社會 暴力抗爭和積極的和平抗爭 是不難相容的 原理積極的和平抗爭 到底目的是什麼 回顧香港其實積極的和平抗爭 大概在反國教事件開始才正式投言 之前的皇后碼頭天星碼頭當然是一個先機 但是 再早前的民主黨式那種就不是叫抗爭 民主黨式那些是 挨 是貴 希望中央是賜予民主 所以民主黨式的遊行就是四五行動 是四個人五個人自己走來走去的 或者跳到海上示威 那些不叫抗爭 抗爭的定義是什麼呢? 你是要用一種積極的手法 令到對方產生壓力 如果對方沒有壓力的話 這些不算抗爭 就算03年的七一遊行都不是一種抗爭 是一種請願 是一種表態 抗爭是要令到對方感受到壓力 而達成妥協 香港在佔領運動裡面是做到一個和平抗爭的 但是 社會當時的因素 是不存在成功抗爭的原理的 就是要留意 即使是不菲的莫里花革命 烏克蘭的革命 當年七十年代韓國 八十年代韓國的革命 也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要經濟陷入低潮的時期 抗爭才有大量的民眾支持 韓國在朴正希的年代 經濟增進得很快 但是在七十年代中後期 陷入了樽頸位置 而且很多的工廠工人失業了 所以造成了抗爭運動一大量的支持 但是他們的共通點就是 之前已經做了二十多年的和平抗爭 當和平抗爭到了一個經濟低迷的時期 政府就會造成巨大壓力 政府造成巨大壓力 它只有幾個選擇 第一 要麼就是宣布改革 和你談判妥協 第二就是大規模的鎮壓 韓國在1980年出現了光州事變之後 它就大規模鎮壓 殺了220人 那麼當政府殺了200多人的時候 會面對什麼問題呢? 就會面對著外國的勢力 外國的傳媒的制裁 以及尤其是韓國以美國政府為首的壓力 所以迫使它內部進行改革 第二就是民眾很多人 都是同情一些抗爭者 越來越多人參加 所以你會看到韓國的新聞 那些人出來抗爭 那些阿婆是會幫忙擋車 擋水炮的 因為社會是同情弱者 永遠雞蛋和高牆是站在雞蛋上 但是當你主動使用暴力的時候 你是在傷害和平抗爭 所累積的民意的支持 到經濟環境低迷的時候 那些人就未必會同情你的 所以反而會支持 可能是立23條法例 甚至乎引入國安法的 如果社會動亂的話 所以永遠主動的暴力抗爭 是不能夠接受的 因為它會給維持建制 是帶來更沉重的傷害 我們只能夠接受的是 在無可奈何的時候 在對方使用大規模殺傷武器 以及濫捕的時候 你是用暴力的抗爭 這件事情是叫做以武指鍋 是唯一的選擇 所以呢 暴力抗爭和和平的積極抗爭 是不相用的 原理就是這個原因 能夠接受的